最近参加2020东京奥运会的选手当中 出现了许多K-POP粉丝 代表韩国参战的某一桌球代表选手透露 自己从过去开始一直都是BTS的忠实粉丝 于是韩国网上就开始出现 希望这位选手可以出演一下RUN BTS的相关舆论 以下赶快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自从5岁开始就被称作桌球神童 在许多媒体前露面的这位选手名叫申玉冰 5岁时曾出演过综艺节目Star King 展现了令人跌破眼镜的桌球实力 9岁时也曾上过韩国当年人气最高的综艺节目 《无限挑战》 从小就被受关注的这位少女 她以9岁的惊人实力 战胜大学生姐姐 被纳入韩国国家代表队长辈军 14岁被正式提拔为国家代表队选手 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 她以17岁的年龄参赛 也因为从小就开始受到关注 是一位非常有人气的选手 近日也在很多YouTube频道上 看到她展现桌球实力并接受采访 采访时也经常提到BTS 透露自己如果参加奥运 听BTS的ZOLO可以缓解紧张感 就有一位BTS的粉丝 透过Weavers上传一则为申玉冰选手加油的贴文 V还在该则贴文点赞为她应援 看到这则贴文的韩国阿蜜们纷纷表示 真是成功的粉丝呀 非常羡慕等反应 也有很多人预测 奥运会结束后 她会被受邀出演BTS的综艺RUN BTS 虽然这段期间RUN BTS 几乎没有邀请过任何嘉宾 但像英雄联盟职业T1战队 和白中原等知名人物都曾作为嘉宾出演过RUN BTS 另外在2021年4月播出的防弹桌球教室中 就曾邀请前奥运会桌球金牌得主作为教练出演 指导成员们如何正确打桌球 以及BTS与罗音CPD的合作综艺出差15页 也有打桌球的游戏项目 看来成员们对桌球似乎有一定的热爱 所以搞不好申玉冰选手真的会受邀出演RUN BTS 也说不定了 另外申玉冰先前也经常和艺人们一起出演综艺节目 而且还会使用手机饭勺 汤匙打桌球等凸显综艺感的另类玩法 所以如果申玉冰选手真的出演RUN BTS 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防弹少年团桌球第一名的V 会有怎么样的表现了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